秒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 World。NBA休赛期一到,克里斯·布里克利·Chris Brickley的纽约球局,又开始热闹起来。可能没多少人知道布里克利是谁,但只要看到,他训练球星们的照片、视频,大多数球迷都会反应过来,他就是那个纽约的篮球训练师。布里克利,与众多NBA球星,一同训练。 2017年5月至今,布里克利打造的篮球训练营Summit NYC,已经迎来50-60名NBA球员,包括了布朗詹姆斯·Ela Brown James,凯恩·杜兰特·Kellin Durand,柯怀罗纳德·康威·Leonard,卡梅隆·安东尼·卡梅罗·Landney·CJ·麦克勒姆·CJMC Column,等一众球星。 这些球星的到来,不仅让Summit NYC,名声大振,也让布里克利,成了网红训练师。 高中时期,布里克利,就读于新罕布十二州的Trenity高中,场均得到28.7分,领跑全州。 但在大学,布里克利,却还是流浪,辗转美国东北大学,新罕布十二南方大学,路易斯维尔大学,却依然只适得替补。 这段经历,让布里克利明白,不是所有人,都能打上职业,时任路易斯维尔大学校对主教练,李克皮蒂诺Rowe Island。